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杜华说 那么今天组织了两个创创跟大家分享 分别呢 是从 西甲的比赛以及英联杯啊 德国杯 这里面去栽一曲出来的 那么这两个创创 一个是11倍 然后一个是10倍啊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西甲呢 今天是有四场比赛的 那么我们选择了三场呢 去摘取一些数据出来 第一场是 币尔包对华伦西亚 那么这一场我们选择的是主场胜利 然后皇家苏斯达对阿拉维斯 那么这一场也是选择主场胜利 第三场是马进对艾斯宾龙 这三的这一场也是选择主场胜利 那么这三场 加入到我们的创创当中 然后西甲有一场是巴拉多利德对 呃 莱加内斯 这一场呢 我们选择放弃啊 因为这一场 这个莱加斯 呃 莱加内斯呢 呃 在过去的十场比赛里面只输过一场 也就说他状态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巴拉多利德 上一场对黄马的时候是输了三比零 所以 呃 作战主场 情况非常不稳定 所以这一场我们就选择放弃了 然后呢 德国杯呢 呃 是这个 勒沃库森这一场啊 对 卡尔斯 耶拿 那么这一场 我们的选项是 呃 大小球小6.5 呃 赔率比较低1.23 加到创创里面其实是可以参考的 然后呢 是 呃 四场英联杯的比赛 呃 英联杯的比赛 第一场是狼队对博恩利 啊 这一个选择主场的 狼队获胜 因为博恩利的状态呢 目前是 呃 比较怎么说的 比较 呃 不稳定啊 选择了蓝队的这个方向 所以啊 然后第二场是 科尔切斯特连对布伦特福的啊 选择客场的布伦特福的获胜 然后卡迪夫城对拿普顿 这一场呢 南安普顿是从英逛刚升到英超的球队 所以 呃 还要继续去观察所以呢 没有直接走 胜平负 那么这一场我们选择的方向是 南安普顿可以晋级 然后呢 是 呃 最后一场是布伦尔登啊 对战伊普斯维奇 选择客场的伊普斯维奇可以晋级 那么这是一个8创1的创创啊 这个创创的一共是有11倍 所以呢 大家可以去参考跟 呃 选择啊 自己喜欢的产次去 呃 去去做创创 因为这个创创一共有11倍那么多 好吧 呃 你也可以呢 就是选择 比如说 三场到四场 呃 这样子可能胜率会更高 但是我 我选择的是8创1 因为我是 呃 均注上车啊 去搏一个11倍这样子 好吧 那么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创创呢 是关于角球的创创啊 这是一个10倍的创创啊 10.9倍 也将近11倍的创创 而一共有4场 那分别是马进啊 马进这一场呢 角球 减1.5啊 角球减1.5的意思就是 马进的角球让给对方1.5好吧 赔率是2.1 那么蓝队的角球呢 也是减1.5 呃 然后若沃库森这个场次的角球大9.5就是全场 只有一个是布伦特福德的角球呢 上半场 减1.5 这四场加起来就已经有10 10.9倍的创创了 好吧 那么这呃 这个创创呢 大家也可以拆分成每一个 当场去上车啊 这是一个 呃 今天给大家出道的一个 资料 这个资料的 呃 研究的还蛮多时间的 大家可以 考虑 然后自己总结看能不能上车 好吧 然后这个呢 主要是 一个 就是 呃 上车的这个方向啊 可能 自己要去找一下我讲的这些数据 好吧 具体不清晰的呢 再来加我们呃 这个会员 会员会有更清晰的这个方案出来 好吧 谢谢大家 顶 我看得到 Nagца 我们下车 那么再来再来就先 这样子装有很多的 prendre吗 这飞级